你是单排里对菜的主播 你就说废里不知道吗 废里 首先他说我玩不起 就因为我把给删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删他 就是因为他玩不起我才删的 而且我是单排主播 不是对套主播 他上来就说 我以前直播无伤拿下我 首先直播说话是会分心的 看弹幕更会分心 而且我是个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在意 而且我也承认他技术确实挺牛的 但是他后面的操作真的很吓头 而且我全程没有编他 也没有拿火箭筒 这是我晚上第二把游戏 我抱着玩的心态跟他打的 基本上都是我主动进攻 他就跟打比赛似的打得特别稳 虽然这也没啥 但是他的行为真的 你们先看我情绪对他做了什么吗 现在他的优势是比我大吧 这种情况他都不敢一直顶过来 虽然我的状态不如他 但是我还是直接顶了过去 这都给他反打了 而且我的打法也很干净 都是漏大声为跟他打的 也没有一直卡声为让他急 但是这也是合理的 对吧 而且我一直都是主动进攻的 他一直到也是没问题的 这说明他很用心的来对待这场比赛 那我就用夹着为来骗他子弹 时间差不多了就直接推过去 他也是非常细节 往后拉了 这个时候我想跳前打一个出其不意 这个时候我就一直到对面很会玩 正好可以让自己来练练技术 他卡卫箱后面我们就换个位置 换到这个斜坡上面直接打他 摸到了 那我就主动进攻 结果进攻的时候竟然卡脚了 摸到了 直接推 对面也是非常紧慎 没有过来接我提前枪 没关系 继续用我的推土机打法 在对他的规则里是不是可以右落走出 而且他也及时的发现了 这个时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竟然大成了 那我直接大跳 在这里加敌人过来应该也很正常吧 竟然打中一枪头 那我就玩大跳 他打提前枪 我们直接抓过去 给他一个夹走位 再来一个大跳 直接白给 但是呢 我还是一直这样干拉 继续用推土机打法 在空松位的时候被他抓到了 趁他跳完枪赶快干拉 我这个时候大山肯定要跟他闹 对不对 要等着让他回生 这边我说回来还是被他打到了 我想来一个反跳的 结果卡升位了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不对劲了 我记得你满血的时候还跟我这样拉扯的吧 我大成了就不行吗 随后他就又这样跟我拉扯了 也没问题 对吧 我还是没当一回事了 就停他的脚步 找机会看看能不能磨到他 这边一个跳枪 手没拉到位 从这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比我强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空松位也不错吧 你们看 这都被他反打了 这不过点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收枪呢 是黑很好的和敌人闹声味的 但是还是被他给抓住了 这个时候他终于主动拉出来了一次 不过又被我反目回去了 继续用的推土机打法 这个时候我还挺佩服他的准度呢 心想的输了就输了呗 就当练枪了 蓝队的超声选手 这个时候我就想跟他一样卡身位 但是他这个身位露得太有诱惑了 不行 我要跟他卡身位 这样才有赢的机会 但是好像没有跟我对枪的意思 哦不对 应该是想跟我对枪 一个位置不要在太久了 要灵活的变换身位 再来一个左摊头 直接拿下 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追分了 我还是选择了露大声 为跟他打 抓住了一波汤鱼开枪的时机 这边我先选择左摊头消耗一下 再来到右边预判他的走位 他直接一个大幅度走位给我顺秒了 随后他给我架在家门口 但是好像我还可以有优势点呀 一个大跳看看能不能把给收割掉 他在回复状态没有动也没有任何问题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跳枪的准度 哎呀 你不会接我子弹吗 这边打我提前枪要往右边走了 这个时候非常适合用跳枪 现在可以看出来我没有问题了吧 反而他有想编我的意思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拿火箭筒了 这让我非常的气愤 他这样对我我还没对他做啥 而且我跟他又不熟 只要我磨到他我基本上会选择指尖盲的 加走位 那就跳墙消耗他 这个反应18岁呀 我以前18岁也能打出来 哎 岁月不劳人呀 来 空一波声位 哇 这一波也被反打了 所以我他的自信也打出来了 直接压着我家里打我 哦 原来是秒数不够了呀 就剩9秒了 我输了 随后你们看他 那我可就要反正把他给删了呀 知道为什么现在打追涛的人越来越少了吗 就连天花之上都不怎么打追涛了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你们说我把他删了有问题吗 后面他家我说我玩不起 那我就要让他进来好好理论理论 啊 怎么不进来了 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说话的 我想先看他怎么说 结果他没说 来 你跟我说说我哪里玩不起 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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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急了呀 那你为什么上一条了 你说我急 你是不是用火箭筒了 你是不是到最后面还编我了 哎呀别低低啊 别低低啊 我那妈玩不起啊 谁玩不起啊 不是你玩火箭筒你编我的吗 上海牛上海牛 我从我 这是不是你急了 我打了多少单拍主播 我也不想多说 你可以说我很菜 但我绝不是最菜的那一个 你们听听单牌最强的困难是怎么评价我的 大黑牛是在单牌里面 最严重被低估的玩家 有90%的玩家都打不过大黑牛 虽然我现在确实比以前菜了很多 但是我一定会回来的 并且会拿下9000团类分的荣药